机场捷运有盈余喊出降价10元 但不少人提出质疑是真的有赚到钱吗 会觉得哪个比较有赚钱 两家捷运公司的话 台北吧 怎么说 台北比较多人 一个大都会里面每天上下班的人 光这个人数就不得了 那机场捷运的话呢 机场捷运的话人比较少 因为毕竟只限定在出国的人比较多 同时段在台北车站 缩时摄影五分钟 左边的北捷人潮明显多出积极好几倍 在摊开去年财务报表来看 北捷盈利14亿 不过多数是靠出租土定等副业 运输本业还赔钱 至于三月才通车的淘捷 先前延档已经亏本 最后却赚了9000万之多 两者形成强烈对比 你把每一天的简单的变动成本算进去 然后把你的收入去减掉 有可能是正的 但是如果你忽略掉里面 所有的包括人事成本 营运成本 所有的装修 所有的任何的后面那一部分 营运的部分 甚至你把过去的固定成本里面的 折旧摊题都算进去 会赚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学者认为应该是计算成本的方式不同 才会让陶杰有比较高额比例的营收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降价利益良好 但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营运状况 陶权机场它的 每天的进出人数大概是12万左右 里面大概6万人次左右是做机械 所以它现在的财务杠杆大概就是这样 但如果说你现在减价 不会因为说你减价 有带来更多的旅客 那你的营收值会降低 专家提出建议 未来可以比较国外模式 普通车和直达车 用分级计价来区别 才能维持品质 也让客群有效增长 创造消费者和营运公司双赢局面 大海新闻 黄一杰登映中台北报道 都可以消费者和营运公司双赢局面 再加上